据日媒报道,TWES已内定参加储席夜的第73届NHK红白歌会 在2017年、2018年、2019年之后第4年出演 也是GF和Safrim后第三个宣布出演的韩国组合 此次的阵容也是继东方神奇、Pyara、少女时代等三个韩国组合参加的第62届之后 时隔11年,再次出现多个韩裔组合参加NHK红白歌会的情况 而TWES第4次参加也说明他们在日本的人气 过去几年间,很多韩国偶像挑战日本市场 但是真正获得人气的是防弹少年团和TWES 目前,TWES已经在日本出道5年 回顾过去5年的成绩,他们一直在巩固自己的地位 在2022年女性偶像团体人气排行中 调查结果显示,TWES以3.3%的比重排名第5 成为KEEP最高位 他们在女性时代和二时代排名第一 跳舞好,长得漂亮和歌曲很好 成为了民众选择TWES的理由 虽然韩国本土进入新一代女团争夺战 TWES虽然逐渐乏力 但在日本地区仍有不可动摇地位 爱的韩社,没二姐说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